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火车作为一种经济实惠的出行方式 一直以来都是许多人的第一选择 而火车到站之后 我们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个城市的火车站 因此对火车站的第一印象 也往往决定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就有这么一个火车站 所有的乘客在看见它的牌子时 都会有一种该不会是坏掉了吧的尴尬感觉 这就是兰州火车站 兰州火车站 许多经常去兰州出差的人们都知道 兰州火车站的站牌上 兰字最下面的一横比中间的一横还要短上几分 有人嘲笑着说写下最后一笔时可能没有墨水了 也有其他人说可能是设备在安装时落下了 很多人都开始质疑这个字的正确性 甚至暗中嘲笑兰州火车站拼写错误 至于如此明显的地方不只是外地人 即使兰州本地人都对这个错别字有些嫌弃 可是事实上火车站站牌上的这个字 就像回有三种写法一样 只是兰的另一种写法而已 兰州站上面的字是张邦彦先生写的 他是甘肃省贴水县著名书法家 不仅仅是出口 兰州站的车站入口也是他的手笔 不要说这样的兰州有些特立独行 事实上建国后许多字体被标准化为简体词 包括兰州的兰字 在书法作品中使用之前的字体会让笔画的长度 甚至笔画的顺序与当前简化字符产生差异 为了表现自己的风格 许多书法家甚至在一件作品中用多种风格写一个字 在书法界它实际上不是错误 也正是因此这个错误 兰州火车站坚持了66年坚决不改 却也为兰州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除了兰州火车站外 各位小伙伴还知道哪些有趣的火车站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